来看一下,这个尖都找到了吧 看到了吧 但是呢,你会发现这地方有一条一条白线,看到了吧 这条白线,这是什么,这可不是哈 这是软肚子的脸颊 明白了吗 因为我们今天软这个嘴唇是不是可以咸语吗 那这两个脸颊它是不是那个肉 这样子比这嘴唇还要厚一些啊 所以呢,你看到这地方一定不是糊涂 看到这地方有一条影像的吗 是不是从上而下 这地方还有一个蛋蛋的从上而下 是不是啊 这两个它都不是它的骨头,明白了吗 临床一定会看到两条 那有的人就看到一条 一条的时候它左右的脸,是不是 重叠得非常好 如果看到两个脸颊的话 那一般就证明了它本身重叠得不是非常理想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呢,它一定重叠不好 因为全国没有重叠得好 看到了,一个前上一个后下 那它的脸地方一定也没有重叠好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呢 我们先找到这个点 会找到这个点了吧 好,看水又赶快点 点完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画上面了 是不是啊 好,从这儿画上面 画这儿画画画画画 后缘已经刚才画出来了 是不是啊 好,停止 然后呢,再往这儿画画画画画画画 我们画这儿,我们这个牙齿的这个骨头的螺丝就出来了 是不是啊 好,我们现在开始画画这儿 这个地方非常清楚 是不是啊 画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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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 画到这儿,停了 没路可走是不是啊 画不下去了是不是啊 那到这地方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从这地方用一个慢慢的一个弧形 可不是这条线,这条线是软组织,是不是,从这儿慢慢回来,看到了吗? 你就往上走走走,走到地方,再走,就没地方走了,那就停下来,明白了吗? 顺序就是这个样子,也就是你最后这一笔的话呢,就是来这一笔,也就是把它真正的A点给画出来 的确是A点不太容易画,但是有个意思是,那它不容易画,你看这个骨子多清楚,我点这儿可以,可以的,那就不是,是不是 但是你回家中可能会干啥事,但是我想这学完之后就不要再干啥事,你要看这个,嗯,这股性是上科的发育正常啊,不涂,那话说我明明是涂的,你说会涂 是这样,好了,赶快给你们,这个给你们十分钟,把它画完了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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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